好 另外呢 預約談天有發布影片 他說拿到這艘坐攤的軍艦的最新照片 結果發現說 他根本是一艘毒船 因為散毒的現況很嚴重 包括排放了灰水 還有黑水 好 另外呢 整個在這個船底的這個底身 也有很多有毒的金屬物質 不斷的排到這個海裡頭 好 另外呢 6月15號中國海警新規 已經生效了 就是所謂的海警三號令 同時呢 菲律賓也在同一時間 向聯合國遞交了申請 要把所謂的南海大陸架延伸到350海里 不過呢 日前在這個G7峰會聯合公報當中 提出了4點 這當中呢 就有包含反對中國在南海的危險地 使用海警 還有海上民兵 另外呢 也對於他們使用危險動作 還有水炮 表示嚴重的關切 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張將軍 對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馬達利三號 畢竟它過太久了 從1999年的5月8號 它坐攤在那邊都已經25年了 最重要它是二次大戰的時候就做出來的 1944年 那現在2024年 80年了 你80年的東西再放在那邊 那當然都已經要破銅爛鐵了 二次大戰呢 那現在 而且南海它有三高 第一個溫度高 它緯度低 當然溫度高 第二個 它的鹽分高 畢竟是海 我們知道那個鐵的 遇到那個鹽分的 很容易就鏽掉了 就鏽死掉了 第三個 水氣重 你水氣重 我們知道水氣重也是鏽 那你在鏽的話 而且這個馬達利三是二戰時期的攻法 那很容易就鏽掉了 你放在那邊 坐攤在那邊那麼久 那現在你看它的裂縫 我想這個是表面的裂縫 可能裡面內部更慘 因為裡面內部的話更潮濕 你沒有空調 沒有防控 你更潮濕 那這個地方裡面可能都已經排出來的 那個在經過水氣結合跟裡面排出來的 那可能都是有毒的物資啊 然後他們裡面的所這些七位的海軍陸戰隊在那邊生活 它的這些的 我們知道這些廢棄物 你丟到海 你沒有運回去 從來沒有運回去 就直接就地丟了 那是不是對附近的海洋造成污染 那都會這個狀況 而且我們知道這個在南海的時候 尤其現在夏天 夏天的話會有低壓行程 也有颱風 所以馬德雷三號在那個狀況之下 我看它是整個結構可能沒辦法處理了 可能這樣到最後面 應該是把裡面東西清掉 就地把它當地做為人工漁礁 我們有些廢船 我們就直接要把它炸毀 然後沉到下面 讓魚群在裡面 可以在那邊繁衍 或者是躲避大魚的追殺 它可以這樣變成人工漁礁 大概只能這個樣子 那我們先來看菲律賓 要將這個大陸架延伸到350海里 我認為不可能 因為就是領海極限到200海里 200海里就是370公里 你現在變成350海里 350海里是600公里 不可能 因為這個為什麼不可能 如果大家都把這個大陸架延伸到350海里 全世界各個國家那個領海完全大陸架都重疊 那個領海的糾紛搞不完 你現在200海里的就是我們講200海里 從領海紀念算起來200海里 這是經濟海域 大家現在還可以相安無事 你擴大為350海里 你擴大為350海里 有的吵了 大家都說彼此互相重疊狀況 有的吵 吵不完 所以聯合國這個菲律賓 向聯合國遞交這個申請做白宮 那是沒有用的沒有用的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這個G7的峰會的聯合公報 他也是關切希望用和平的手段 我想這個可能只是一個呼籲 只是個紙上的這種一種宣誓而已 並沒有實質的 那我認為這個南海的問題 海警3號令在6月15號就開始要執行了 我想南海在這一方面 將來的這個熱點會更熱 我認為這個在這一方面 菲律賓尋求國際上的支持 力道是有限的 因為中國大陸也是聯合國的 這個我們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在這一方面他是有發言權的 那在有發言權 又有這一方面的否決權 所以單方面的決定 中國大陸他可以不要去 我們講不要只做僅供參考而已 不見得要去配合 中國大陸會不會配合 我判斷中國大陸是完全不會配合 他還是會按照他的海警3號令去執訪 亮哥我問一下 海警3號令畢竟他已經宣布了 而且已經生效了 就表示說大陸他是一定要做的 那你G7的這個峰會的聯合公報說 又禁止他使用水炮 這個到底有用嗎 G7距離那麼遠他能幹嘛 上次荷蘭派了一個軍艦 上面就武裝直升機就直接盯著你 G7現在基本上不要理他 G7那個會真正有意義的方案 是烏克蘭那個五百億那件事 可是連那件事能不能執行 大家都嚴重打個問號 因為他說年底才要給 那其他都是沒有作用的 我們不需要分析宣言 那中國大陸倒是你問說 中國大陸6月15號之後 海警法要落實 那因為他是全方位的 包括南海台海跟東海 那日本就很緊張啊 所以日本說他要做 這個三萬噸的巡邏艦 他要因應 可是基本上海警並不是軍艦 所以中國大陸也想到 就是不是軍事對抗 那對台灣又非常敏感 所以我我認為第一個 試金石應該是菲律賓 對就是你如果在仙兵礁 仁愛礁黃岩島 那到處闖入這個 中國大陸認為的禁區 那他可以扣人扣傳 那你就要經過刑事的審判 你可能會被關押 那扣傳就要贖回了 那看這樣能不能夠 對菲律賓的民間的人事 發生一定的威懾 那菲律賓的參謀總長是 講得很大聲啊 就去闖 就去闖 所以我說這個 會不會真的有人去闖 因為是民間的船啊 那我就真的給你扣人扣傳啊 那可是我覺得中國大陸 這裡也有一個 他在顧慮的 就是不要軍對軍啊 不然就會扯到美飛的 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他可能都是用海警 那海警我認為他扣人扣傳 可能性蠻高的 那這個事實上也包括登船林檢 那登船林檢很可能就是針對台灣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要先看菲律賓啊 然後接下來再來看台灣 我認為日本的部分應該不至於發生啊 因為這個太敏感 而且釣魚島那邊又沒有人 所以我覺得很可能觀察的指標是 菲律賓還有台灣大概是這樣 快點購618狂歡年中慶 全場驚喜等你來拿 手機掛繩只有一條怎麼夠 Keep fighting 超寬版 減壓手機掛繩 熱銷款 Live活力放送款 百搭榮耀款期間限定 1加1超值優惠組 任兩條立刻減100元 讓你任何場合都能夠自由搭配 全場消費滿千就送白 最高回饋10% 另外不限金額 消費就能夠以100元加購 中天文創經典商品 618狂歡節一起來快點購 線上歡慶 享受絕佳的購物體驗吧